哈喽大家好我是林凯阳 来请大家帮忙按赞分享 来我们先谈谈 准报大议员农历八月 阳历九月七号到十月五号 生孝猪 哎呦猪宝宝你好吗最近 好2021年呢进入天罗帝王之年呢 无幸免之相 很多人呢在2021年饱受催残 死猪的朋友今年呢 要特别提醒你什么问题呢 当然你在上半年历经了一些转折波折以后 在下半年是不是从八月开始 这个路纯心进入以后 你是不是可以转运呢 要看你自己了 罗天大退了 见风八座白斧压顶 所以你会到的是太岁正冲 你的财伯公在太岁正冲的阳的位置 是不是你就会觉得 怎么样做都好像有很多不顺的地方 然后有很多那种 角度都没有办法瞧好 应该说人的角度 工作的角度都一样没有办法瞧好 今年其实大开无鬼门 大家都知道 波折是非 乱七八糟事情一大堆 所以属诸的朋友在这个月 其实是你的转运期 你要听清楚 如果你在不转运 你下半年恐怕就要麻烦了 因为第一个 走到有功的时候是事与丑三合 而且是桃花人际关系位 这个位置也代表什么 如果你在职场工作上面的人际关系 没有很好 那你麻烦了 因为现在下半年 2021年的下面 还有五颗星在逆行 最近还五颗星在逆行 这五颗星在逆行当中 它会发威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你会觉得力不从心之感非常的严重 好像有什么东西推不动 那个轮胎好像破风的感觉 就开车上马路 轮胎不动 或者引擎忽然间熄火 你会觉得 哇 怎么会这样 对不对 但这个月你要小心 除了这个小问题以外 大问题在哪里 大问题在于你不够努力 而且你根本连查看都不查看 那个明明车子破风了你也不查看一下 赶快去修一修吧 应该是这样讲 不是车子 你工作上的问题 该整修的赶快去处理好 该把它完成的赶快去把它完成 因为你要脱 脱死自己 脱啦 脱泥带水啦 那是不是 那个泥沙越积越深呢 当然就会这样子啊 所以越不好的事情就越多 长虫了啦 所以在上半年 如果你一直都没有转运 在这个月 赶快赶快去处理掉 一些不应该留置在那边 还没有完成的事情 尤其是上班族 为什么老是被K呢 千万别当二百五 所以在这个月当中呢 一定要特别好好的去把工作做好 好 变局仍然很大 所以呢 你必须要战战兢兢 才不会受到变局的影响 好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在经济面呢 在这个财运上面呢 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比如说 因为会到财伯宫 是在阳的位置 那阳的位置就是变动嘛 波动嘛 你总会觉得抓不准方向 比如说你的投资啦 或者是跟钱财有关的事情 总是抓不准方向 要不然的话就是好不容易赚了一笔钱又花掉了 就会有这种情况 除一个多变多端的一个月份 在农历6月以后 那所以你不能做什么 不能投资股票 不能投机赌的行业 甚至呢 你连那种很小的投 那个 打麻将你都不可以 可能还会破财 所以在这一波当中 你的钱财只要守得住就好 应该说守财比赚钱跟守财就好 那要不然的话 你前面都是赚的少 花的多 就是累积的财富都被你花掉了 要特别注意哦 好这个关卡呢 这个钱财的关卡 攸关你下半年的生死存亡哦 在工作上呢 因为今年是文昌化祭嘛 所以文昌化祭很多呢 比如说会有精神的焦虑啦 或者呢合约上呢 没有办法如期的到手哦 你签订的合约 或做业务的朋友呢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明明谈好的条件哦 为什么他忽然间反悔了 要不然他订单了 砍单了 国与国之间都会砍单 不要说平常的工作 事业对不对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那怎么样相濡以沫呢 比如说你要跟他 谈好一些关系哦 那我觉得呢现在当然可以 花点时间去拜访啦 或者呢当面协调啦 这对你来讲都会蛮好的 不管是你是业务单位 或者老板都一样 可能要当面去协调 那有时候把酒言欢一下呢 喝两杯啦 见面吃个饭不一定要喝两杯 隔板要隔着哦 喝两杯可以你跟他对喝 还是要隔板比较好一点哦 因为这Delta病毒还蛮严重的哦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呢你应该要加强 就是人际关系哦 要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哦 才对你来讲是有用的哦 那延伸下来的呢会有戏剧化的 戏剧性的变化 这戏剧性的变化就是让你的 业务变好了订单变多了 你一定没有办法想象 因为陆存心正做啊 而这个月的财心又落在你的 团队的工位哦 也代表什么 你的团队如果肯好好跟你合作 那就当然更好 还有你要跟你老板好好合作 你老板这个月呢 财心极心高照 所以你要不要好好合作 当然要 你看你老板在哪里 在老鼠那个位置 文昌耶 迁移工还有什么 还有陆存 所以呢文昌加太阳呢 是不是老板都很好 老板运势非常旺 所以好好听听老板的建议 那也跟在开会的同时给老板 跟老板讨论一些 你可能没有办法如去完成的事情 不用怕说啊 觉得自己能力不好 不是 就是变化多端的一个世界了 社会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好 所以加油在工作上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老板 或者呢 你自己有经营事业 你就要特别注意 这下半年的关卡呢 应该说剩下最后一季了 在签材上面的关卡很多 你还是要小心的 不要乱投资 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意受到损害 那应该先去修补 跟客户之间的关系 或者呢 少赚 也可以先把客户先拿回来 这样对你来讲 在金钱上面啊 经济上面就会有很大的改善 至少呢工作可以继续进行 不要让工厂停滞 或者员工没有薪水 就少赚也可以做下去 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存活下来的时候 尤其你今年更是在这个月呢 努力就会赚到钱 加油 好 那另外呢 个人的理财上面呢 我还是一句话 谨慎为妙 不要乱花钱 那这才是你的重要课题 另外我们来看桃花 桃花当然没有太好 为什么 因为在鸡的位置本来就乱桃花 对不对 那你今年呢 又会到那个书羊的太岁正宗 那你想想看你的桃花运会好吗 当然不会太好啊 所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哦 好 既然跟你谈了恋爱 你还是要挺看听一下 不要把一股那把感情全部投进去 可以 不要伤害对方 渐渐疏离 我这样讲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应该很清楚的了解 要怎么去处理你的感情个体 那至于呢 已婚的朋友也会有烂桃花 这烂桃花会让你损失钱财 还不打紧 可能伤害家庭 要特别小心哦 好 所以呢 已婚的朋友呢 这个烂桃花千万呢 路边野花不要乱采了哦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就是你的健康 第一个呢 你的情绪会影响你的健康 比如说你常常跟长官啊 或者跟家人不合啊 或者常常有一些状况啊 或者你的感情出了一些 一些trouble啦 所以你就在健康上面就会 脑神经衰弱啦 然后睡不着觉啦 引起了那些莫名其妙的酸痛啦 尤其这个月呢 最重要的就是把健康先 处理好伤强体壮 那另外的话呢 可能你有碰到一些 不预期的小意外之灾 那要特别注意哦 也会让你破财哦 好 千万在开车骑车上面要特别小心 谨慎一点 那这是属猪的朋友呢 在八月份农历八月的一个整个整体运势 希望大家呢 好好的加强好的部分呢 不好的部分呢 赶快想办法处理掉哦 好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开启你的订阅 还有你的小铃铛哦 祝福属猪的朋友呢 在这个月赚上大钱哦 没有工作的朋友 赶快去找工作 你应该会找到还可以的工作 好 祝福你们 拜拜